云通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股市气象台 我是顾度头顾高布杰 礼拜六的选举蛮刺激的 那基本上对今天的排股的盘势的影响 也只有早盘那个五分钟而已 那基本上我不再讨论 基本上今天早盘如何 而是我请大家看就是说 今天这一段才是正常的现象 也就是说股市激情只是一时的 就算股市的结果影响股市 也只是短暂的 而是股市 我上礼拜说过了 股市要走它该走的路 那所谓的该走的路 一定是里面的结构问题 很清楚知道 不管是不是人为干预 我们要看的是里面的结构问题 因为未来股市反映的是什么 经济 全球经济景气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那条路要怎么走 基本上我上个礼拜有 一天一天每天都很仔细地 跟大家分析过了 而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攸关到就是说 有人认为说今天这个败选 国民党败选可能会影响一天 那明天可能会反弹之类的 基本上我不预设立场 而只是说我要请他关注一点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来 我请他记住 如果外资转卖 大盘撑得住吗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这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应该说这个礼拜三前后有一个34天的转折 面临一个转折 所以时间点越来越近了 那个转折的关键时刻到了 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这个是外资 今年一路买超的 他经过这两年一路买超的一个累计所谓 达到2.4兆 2.4兆 你看起来这个好像没什么感觉 我等一下跟你分析 我请大家注意这个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 也就是说 外资在8501反弹上来又买了1300亿 而他这三年来 他买了2.4兆 通常会发生什么事 我以历史的经验告诉大家 通常他来到一个高水位 你要注意 来 这是当时100年9220的时候 你还记得这段吧 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三年前9220涨上来也是一路涨 外资买超2.02兆 他的水位摆到2.02兆 建高点之后 好 你知道吗 建高点之后 他开始这样 砍喔 就是说他这么大的水位会开始砍出来 砍出来的时候 股市动不了吗 挡一下 又下去 结果6609 跌到6609 你看外资就一直这样 一直砍一直砍 沿路都是他砍的 这是民国100年的状况 再来 民国96年 9859的时候 之前也是金金涨的行情 他买超1.9兆 1.9兆将近2兆的水位 当时他买上来的 结果呢 我觉得这段跟现在很像 现在好像台股就在这儿 他就一路砍 股市就一路跌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 里面有很大的含义 你看到外资买 有人在想说 外资买那么多的 他是看好台股吗 很多人的解读是 外资8501上来买了1300亿 解读为说 连选举这样子 他都敢大买 那一定是看好台股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解读 也就是说偏多的解读 但是你却忽略了一点 忽略了什么 他买了这么多来到高水位 因为为什么达到2.4兆 是因为全球QE 美国QE流落在亚洲市场的钱越多 所以他买超可以说是创的记录 好买了这么多之后买不上去 结果呢 你要担心 很多事情要发生 什么事情 我要一一跟大家讲 你要注意这个 注意美股 注意美股 好 美股就会跟这个台股 有很大的连接性 来 我说美股这个假多头 道琼这假多头能撑多久 这几天会有一个出现转折 你注意他涨了那么多 这一段是因为QE 热钱回到美国 美元升值 所以造就他流落股市 往上涨 但是很虚 非常的虚 Nestate也一样 创新高 我请他注意 他的创新高是因为苹果 但是苹果的高点进了 从技术面知道苹果高点进了 因为他会不会重演当年700块 市值达到第一的时候 结果的风光不在 最高点就在这里就往下跌 这是美股的部分 我说为什么连费成也可以创新高 这一段涨得非常虚 是因为资金 全球的资金热钱 QE当初流落在外热钱 回到美国去 美元升值 美股就涨 但我请他看一件事情 是今天发生的 没有人跟你谈的 来注意 我们从亚洲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可能会在线 一定会有讯号出来 那个讯号就是亚洲货币贬值 股市 资金撤离 股市 亚洲股市 这叫什么 吉隆坡 你看今天的吉隆坡 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股市 好你看这没感觉 来 我们来看K线 你应该很有感觉了吧 他的反弹也是跟台股一样 从10月17号开始反弹上来 结果他今天快要破底了 发生什么事 而且还在高档 你有没有看到 这什么事 这就是我讲的 热钱开始撤出亚洲市场 不只是他 还有一个叫新加坡海上指数 来 这是今天的 你可能看这没感觉 来看一下 他吉隆坡一根长黑 他们也没选举 为什么他们今天跌 他跟台湾很像 还在高档往下坠了 你实际看 我用这两个国家给你讲之后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国家 跟我们很近 有互港通利多的一个国家 叫香港 来 香港今天跌了620点 跌了2.58% 奇怪 他们又没有选举 又没有国民党败选 为什么会这样子 跳空往下跌 跳空往下跌 而且你看 这已经在发生了 就是我讲的亚洲金融危机 这一块的资金 撤离了亚洲市场 甚至有外资在三个礼拜前 偷偷把他们的香港的一个红筹股 卖掉 你知道吗 资金大撤离 已经有讯号出来了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来 你看到外资 他这么高的所谓 来 2.4兆 当然大家希望会说 他买那么多应该是看好 如果他转卖的话 你会怎么样 转卖会怎么样 你会均匀吗 你会不会怕 好 这是今天的部分 那当然今天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有往上拉 这才是正常现象 一开盘那个是叫失增 那这个大量低点 其实未来还会跌破 因为量价不会同时到底的时候 这个大量低点还会跌破 那我们刚刚谈到了 如果外资要落跑的话 他会卖什么股票 我在演讲会 我在上个月的两场演讲会 有讲过了 外资持股最多的是哪一个类股 你知道吗 他叫金融类股 来 今天 其实今天主跌是金融类股 爆量 下跌 而且外资持有最多 应该说今年5月到现在 外资持有最多的 就算大盘是这样震荡 他还是持有最多的是什么 金融类股 里面国泰金你看 今天带量往下杀 带量往下杀 你仔细看 他今年 买了22万张 请教一下 如果往下倒的时候 台股会不会有影响 再来 这叫赵丰金 今天也是爆量 这22万张 他如果卖出来的话 台股会怎么样 再来 你指标叫富邦金 今天也开始爆量了 这22万张倒出来会怎么样 刚才我们讨论过 如果外资要杀的话 我请教大家 他现在会怎么做 他有2.4兆的水位 很多的股票 他要自己 拉几套波上来 还是要自己杀自己 往下自砍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亚洲市场的一个资金 开始测了 好 那外资会怎么做 拉几套波吗 如果明天开高走地怎么办 能要预期 很多人是预期说 今天杀完之后 明天就一定会反弹 如果 好 听好 如果明天开高走地怎么办 甚至没有涨怎么办 没有反弹机会怎么办 因为转折就在礼拜三前后 懂个意思吗 那外资会怎么做 我倾向于 外资自砍的动作会比较多 外资直接砍了 他水位太多了 他干嘛拉几套波 他随便卖随便赚 懂个意思吗 这是金融的部分 我跟你谈完了 再来我们要谈什么 电子 电子今天跟大盘一样 还站在季限 刚刚我们看到金融市跌破季限 电子还在季限之上 OK 但是我要请大家注意 怎么说呢 有一句话 来 有一句话 有人说下雨天 要下雨之前会有一些征兆 比如说古代的老一辈的人会说 你看到蚂蚁搬家 你就说知道这要下大雨了 你看到蚯蚓在路上爬 你就会知道说 哦 要落大雨了 就是说下雨之前会起哄 下雨之前会看到一些征兆 所以台股我就看到一些征兆了 你不要 你要小心哦 外资如果开始直接卖的话 你撑得住吗 你撑得住吗 来 这些讯号是什么 我请大家看 这辈子买最多的台积电 它可以买这样子 但是我这里有提醒过了 来 我们这边放大一点 这里我说到一个墓碑十字线 在高档初见墓碑十字线 今天又来一个上影线 这个两个我俗称避雷针 这两个是标准准准的反转讯号 你要注意 如果当外资开始砍的话 开始卖的时候 请教你 你要不要在大盘做避险动作 你要不要在台股做避险动作 这是有关到你荷包的一个重要事 我跟你谈的都是不谈废话 谈重要的事 再来 这一阵子来 外资买最多的股票是什么 电子里面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 这叫友达 他今年买了多少你知道吗 从1月开始买 买了158万张 买了158万张 好 他现在在这个高档附近 如果要开始卖出来的话 他会不会影响台股 他会不会影响指数 再来 这叫群创 今年1月开始 他买了85万张 外资买了85万张 好 如果他开始要卖出来的时候 请教你 谁要接 谁要接 筹码全部在外资手上 谁要接 会不会影响台股 那你要不要在台股做避险 再来 这叫华硕 他今年也买了8万张 有创破亂新高 好 没错 但是 好 他开始要转卖的时候 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卖点 如果连这种好的全资股都下来的话 那 你在大盘要不要做避险 大盘会不会回答 来 这叫联发科 今年他买了6万张 还在相对高涨这里哦 租联反弹 这我提过了 上礼拜提过了 好 我请教你 开始转卖的时候 然后你觉得对大盘 哎 下来的话 你要不要做避险 这就是我们放工的股票啦 我直接讲 好 再来 今年 外资买超的股票 有创新高 叫合硕 但他买了38万张 好了 这里如果是相对高点 他开始转卖的时候 我请教你 你要不要卖 你要不要避险 这指数会不会跌 再来 这个大盘 其实外资有的早就开始卖了 这叫可成 不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形态 他早就开始卖了 他早就开卖了哦 我建议大家不要乱抢 头部形成了 头部形成了 外资还会持续砍 因为他之前买了非常多 现在要开始卖的话 股价都还是在 三头上而已哦 懂意思吗 所以我提醒大家 这个大盘 要大跌之前 要回挡之前 都会有征兆 这些征兆呢 我上个礼拜从总体经济 从台股的结构 现在从亚洲的一个股市的动荡 股市的热钱撤出亚股来看 请注意 如果外资要落跑的话 你现在该做什么动作 不要看到 今天已经开始卖五十五亿了 你不要看他大卖了千亿之上 千亿以上 你才在后悔 现在还有时间跑的话 我相信 也是你一个最佳逃命的机会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 当然呢 持股我可以帮你做处理 如果需要的话 稍后你可以注意我们公司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雇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雇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用心的投雇 固德投雇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雇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 2578 300 2578 300 最甜蜜的投雇 固德投雇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儿牌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胆有 其实你来股市当中操作 一定要有所准备跟所谓的战略 也就是说我之前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要掌握这两个区域 一个叫峰顶 一个叫谷底 其实很好操作 来到峰你要干嘛 你就是找卖点跟空点 好 这一阵子来我也告诉大家说 我一直在帮我的会员朋友 在找寻就是说 来到这个区域之上 它就是一个反弹蛮租点 我说到反弹不会套老手 结构不对 好 那我也透过了一个60分钟线看到之后 这里已经有背离了 好 那相对的 来到了上个礼拜五 大家在看外资买超 我说啊 你要小心外资买盘 并未来卖盘 今天有没有开始卖 有了 有开始卖了 所以说来到这个峰顶的时候 你应该要干嘛 现在已经来到这了 你不要等它跌破的时候 开始往下之后 哇 那一个加速度会非常快 所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卖点跟空点 好 那我上 说实话 我不是使空头 而是如果就算我未来长期看空的话 每一次的转折 我也帮大家掌握好 就像说 来 9月1号 它来到这项个高点 我们就是来峰顶的时候 就是布空就对了 好 布空就对了 就从这个地方 就往下跌 就从这个地方跌下来 好 那跌下来之后 当然 当然哦 你会找卖点也会找买点 那相对的 这一段的获利 其实我觉得获利还不错啦 这样的空间 这样一个空间其实还不错啦 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会认为说基本上 不要再空了 应该要找买点跟回补点 好 那当然 纪录变结合告诉我们它落底了 那它会持续弹 好 那结果有没有弹 好 就从这个地方 弹上来了 弹上来了 弹上来你也看到外资 又拼命买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认为俗称的就是 你要找卖点跟空点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跟不上 如果我在讲的东西 你听不懂的话 代表你没跟上 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时代 如果你没跟上的话 就代表你落后 如果你只会买 不会卖 也不会空 那请你出厂不要玩 请你出厂不要玩 把钱留好 不要进厂 等待 等待 这是我给你一个诚恳的建议 那我之前跟你讲说 即使你看到今天大盘这样子而已 但是有的股票先跌了 这我之后上礼拜有提醒大家 来 两个礼拜前我就提醒大家了 这叫新日光破底了 破底了 那个散户套牢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其实我们早就 我们看得懂它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一直提出风险风险风险意识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们操作的一个逻辑是在哪里 我就是标榜 如果你不做空 或者是你要用策略 这样的策略把你的钱变大 把你赔掉的人赚回来 相对的就是说 你不懂得它处于哪个阶段 有的股票还在跌 未来还会在跌 那你为什么不做个处置呢 你就眼睁睁看它 放任你的股价一直跌 现在你是一个同僚心态 觉得我今天还在9000点 不会啦不会啦 不会跌到哪里去啦 结果有的股票就是一支破底 浴金就是一支破 破给你看 我也提出风险 绿能也就是破给你看 散户套牢 套牢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啊 国朔 国朔破底 很多事情我都讲在前面 或许你今天还在挣扎怎么办 不用处理会弹起来 如果这大盘才刚开始要跌的话 怎么办 这叫帽底又破底了 这个叫易通 散户套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当初任何时间都还有时间处理 但是你不处理你就差了很多 有时候差两块 避开两块避开五块 也是钱啊 有时候差五块差十块也是钱啊不是吗 你就眼睛看到如果假设从100跌到50 从50跌到25 这是你的钱 虽然跟我无关 但是呢 我就希望能够提出风险意思 告诉你说有些股票 它真的还会跌 今天有一档股票跌停 这叫缩合 11月24号 我有跟大家讲 我从技术面跟你讲 发言要出招了 当时哦 还没跌哦 还没跌哦 好 今天跌停板 你看清楚哦 它在这里哦 好 看今天一根跳空往下跌停 我没有消息 今天那个消息你自己去报纸看 我是完全全从技术面 看得出来它领先消息 我们技术面可以领先消息面 但是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就是我要提醒你啊 我一直说到 你在股市场上有战略 如果未来是一个长工格局的话 你 你如果 好 我们来谈一下 如果是一个长工格局的话 每次的反弹这里 你是不是要跑一下 每次的反弹 你是不是要跑或找空点 好 有些人很奇怪哦 来 你来看一下哦 有些人会在这里找空点 这里找空点 奇怪 因为跌下去看到是真的 在找空点 我们是在这里反弹反弹 反弹不空 反弹不空 而不是在这里找空点 懂个意思吗 跟初跌段不 初跌段是下来就要K 但是呢 现在要进入初跌段的时候 它是反弹 赶快不空 而不是在这里杀地 反弹不空 懂个意思吗 那当然呢 最好赚的会是什么 我认为啊 真正赚大钱的是 它还在相对 股顶的股票 在高档的股票 未来这样子下去 有的股票真的是 至少腰斩 真的还假的 有这样的股票吗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 在这里的股票 好 有 有 当然不是随便乱放空 而是它真的不合理 你才可以去 说穿了一点 叫炒作 如果股价是用炒作的 股市开始崩盘的时候 炒作的股票是最先 跌得最惨的股票 来有一档股票 来 这股票这是周线 它上个礼拜创新高 创新高 但是呢 创新高过程当中 量没有比前波大 而且融资使用率83% 几乎都是融资在买 这一段啊 我俗称啊 法人跟主力联合炒作 好 那我为什么要教它叫什么 他姓庄 孝 名 孝伟 为什么 来来来来 你来看 你来看你就知道 来 这公司上半年 小赚而已 小赚而已 好 那 去年怎么样 去年还蛮赚钱的 你看 好 今年居然没有比去年赚得多 但是股价居然可以过了去年的高点 这就是不合理 这叫炒作 我直接讲这叫炒作 这种股票 基本上啊 应该说我看不过去 就是这种股票 未来就会选择美玉的那一种 美玉还算有赚钱的 这个公司基本上本益比太高了 而且是联合炒作 我直接讲这叫联合炒作 好 这种股票就是我接下来带你做的 因为从这里 股顶往下踹的过程当中 这股票会是 幅度会达50%以上 这样的股票 也就是我要带你做的 如果需要 或者持股问题的话 欢迎您跟上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 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肉异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示范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资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资 固 固得投资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资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资 固得投资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资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资 固得投资 鹅牌气密窗 专利复合式导快 随秘性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鹅牌气密窗 2987-1111 下沙下沙 只要四折 风天雷满意送单感 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 风天雷终极15分